文LMC如今,韩国的偶像主贺艺蜂蜜全亚洲,甚至在欧美都攻下了一块领地,相信大家已经领略过韩团的魅力,而韩团带来的震撼和视觉冲击,除了有华丽舞台的加班作用,更多的是爱豆们台下十年功的体现。 在韩国,虽然爱豆的地位不如演员歌手们,但爱豆付出的努力和精力,过得艰辛可不比他们伤,正因如此,本丝们对于爱豆的喜爱,在了解后越来越多,逐渐形成了饭圈文化,在饭圈中,不同爱豆的饭们,在和平相处至于,难免会有小摩擦,同一个组合里不同的粉丝饭的是不同的爱豆, 在无形之中形成了两边的竞争,而各个韩国组合中,有这样两家的粉丝争得最厉害,组合里总有最突出的那一个,也总是会有被第一光芒掩盖的万年老二。 接下来,小编就给大家带来哈团中,有着不输第一实力的万年老二,一起来看看吧。 在太阳刚进入外季大会,他就碰见了同期练习生陈志龙,两人因此结下了十分深厚的友谊,在外季当练习生的日子里,太阳不仅要日以继夜的练习,还要兼顾学校的文化课程,常常是傍晚六点多到达外季,练习到晚上十一点多,赶上末班车回家,有时练习晚了赶不上末班车, 太阳就在地下练习是撮合一晚上,第二天照常上学,如此艰苦的练习,造就了如今太阳的高度,但就算是如此才华横溢,吃苦耐劳的太阳,在组合Big Bang中仍是万年老二,谁让Big Bang里有着那哈第一音乐柜台全之龙基地呢? TD凭借过人的音乐才华和天赋,加上特立独行的穿衣他配风格,成为了Big Bang里的灵魂人物,即使TD有着如此高的知名度,提起Big Bang时,大家还是会想起出了全职楼,Big Bang里还有一个虽然长得丑,但是却有着致命吸引力的男人,太阳啊。 没错,虽然TD是组合里当之无愧的No.1,但太阳这个万年老二,含金量也不低啊,太阳的舞蹈在韩国K-pop界达到了一定高度,以至于YG的高层特别喜欢它,就连不是他老板的JYP社上都曾说过,在我的心中,YG艺人太阳的舞蹈是我心中的No.1,而除了舞蹈,太阳的唱作实力也不差。 2008年,太阳就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solo专辑HOT在业内引起巨大满响,大家纷纷对太阳的实力有了一个新的认识,说完了男团。 接下来,小编想给大家带来这个火遍全亚洲,创下了无数个记录的韩国顶级女团,少女时代里的万年老二。 而这个人,就是在中国享有十分高知名度的林云儿,在早期上市出道之时,由于云儿与同队成员Yuri的风格类似,SM曾被将谁作为主门边儿纠结过一段时间,最终,在同等资源。 加持下,云儿的人气要比云儿围高尚许多,所以,云儿顺利成为了少女时代的主门面。 提提提云儿,大家都会想到她的美貌,她的蚂蚁腰,她那长达两米的大长腿,而少有人想到她的唱跳实力。 确实,泰妍作为少师的队长,同时也是主唱,稳聚少师一位宝座,而黄美英,毛内徐贤,三美等人的唱功军十分突出,云儿作为颖舞,风头略微被压制了许多。 但在少女时代里,云儿作为仅次于太阎的万年老二,有着不可顾略的影响力,云儿确实是凭借美貌而出名的。 但在南韩海斗圈,实力并不与高人气化等号,有许多实力强劲的男团女团,并未拥有太高的人气。 而反观承销,其所属女团女众少女,在南韩的人气不高,但承销艺人人气十分高,凭借海报中的转过来不动的铁刘海都能上运搜。 看来,要想在南韩出名,在有实力的基础上,还得她有无亮点,而云儿就是一个连说话都带有亮点的爱豆。 不仅拥有甜美可爱的长相和傲人身材,云儿的高情商更是令人叹服,在综艺中,无论多尴尬的场面,太阳hold不住,云儿都能圆满化解。 作为典型的韩戏美女,云儿温暖和人的穿搭风格,也是许多国家的粉丝追随的潮流风向标,拥有如此多亮点的云儿,虽然在少时里持续老二的位置,但在粉丝的心中, 她,永远是位列第一的二斗,大家怎么看待这两位万年老二呢?